警方進入屋內桌上滿滿一盒電話卡 每一張都是詐騙集團用來生財的工具 花大筆鈔票購入新型設備 再把這些錢從無辜被害人身上賺回來 詐騙帳號他會把被害人誘導到 用LINE的方式誘導到私下交易 因為在上面交易這個的部分 他會跟他講說 這個要扣手續費 能審則審 既然都在網路上購物了 所以很多他採取的就是私下交易 那造成這個詐騙的結果 詐騙集團先以公司企業的名義 向電信業者申辦大批門號 一個禮拜取得一千三百組電話號碼 再把門號提供給境外的同伙 讓他注冊帳號取得認證碼 利用蝦皮露天等網路購物平台 低價販售商品 等被害人匯款到指定帳戶後 這些假門號立刻作廢 這三家公司呢 他們一共申請了一千三百組的電話 但是他們利用了一千三百組 以一千三百倍的倍數一直換 三名嫌犯雙手上銬被警方帶出來 臉上看不出一絲回憶 透過申請大量假帳號詐騙 騙到一人就丟棄一個帳號 利用這種隨手拋手法 共計八十九人受害 月收入高達五十萬元 警方也將擴大追查與對岸合作 要將其他漏網之魚一網打盡 記者姚立強坦克蒙台北採訪報導